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我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接触橄榄油 我照片给大家看的就是 当我们在欧洲旅行的时候 其实你常常看到餐桌上 就是会有一瓶橄榄油跟一瓶醋 让你自己调味 橄榄油在应用上呢 大家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那我在课堂上也会不停的让大家知道 如何正确使用橄榄油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油 来帮助我们营养的摄取 那这一次年货预购里面 合作社有上架 这个香料香草的橄榄油 其实我会很建议他 大家把它拿来当作零油来用 这边我示范的是 我平常运动完的时候 我会吃优格 那优格呢 我有时候会用 我自己的特殊风味的橄榄油 或者是亚麻仁油 或者甚至苦茶油 我也都会用 我都会交替使用各种不同的油 来让你自己获取不同的Omega369 我常在吃优格的时候 淋上橄榄油 然后再加一点坚果 一点芽菜 有的时候会有花生粉 或者是芝麻粉 就看我们现在 当季有什么东西 我就会加在里面 这是我平常的吃法介绍给大家 接下来看到这一个是冷盘 利用捐豆腐 我平常也是有的时候 晚餐就会有一块捐豆腐来吃 因为我们在这个年纪 需要摄取植物性荷蒙 大豆一黄桶 所以大豆类的产品就很适合 但是常常就这样单吃豆腐 很无趣嘛 对不对 所以我有时候会加芽菜 或者是加我们的黑豆酱油 这一次我把它淋上了香草橄榄油 然后加上客家鸡酱 再加上眷春辣渣 我觉得这一块豆腐 真的非常完美的呈现 各式不同的酱料 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在我们的生活中 料理本来就是发挥你自己的创意 如果你不吃辣 你就不要加辣 那这一道这样子 其实融合了我们这一次 年货预购加上的调味品 非常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试试看风味橄榄油 平常把它拿来当淋酱 在你汤煮好的时候 稍微淋一点 或者是像我这样的吃法 好咯 介绍给大家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